从当年的学习变成直询 但实际上我们要把它是感谢跟敬意 因为由于您的指导 所以我们在两岸情势区域安全 建立起的一些逻辑框架分析的方法 因此今天的并不是需要您回答 直询台上成了陈永康的个人色 另一名国民党新科立委 同样以礼相待 很多人都觉得你是超过100分的主委 你会希望留在退府 继续担任主委的职务跟工作吗 国军党有很多高阶届林 现在没有职务的将领 我当部长以后知道的更多 我想应该把这个机会让给他们 大陆的渔船过届的话 我们就要炮击他们 我觉得这不是最好的方式 这不是最好的方式 对 我们不应该这个样子 好的 因为什么 因为对岸是我们也是中国人 谢谢你 谢谢你